繼續要來看到男子大膽持美工刀 破壞了警用機車 被逮之後還變稱是警方要他做的 京北是一名謝忻男子 在今年的2月到4月之間 兩度拿著美工刀割壞了警車的椅墊 警方巡線逮人之後還發現 他涉嫌丟石頭破壞公測 還跑到超商偷竊 而警方逮到人之後 這個男子還變稱說是警方叫他這麼做的 不過員警並不踩信 將他依法送败 男子偷偷摸摸闖進警局旁停車場 下一秒拿起美工刀不斷猛刺 一整排警用機車的椅墊全都被劃上一刀 嫌犯得逞後掉頭離開 沒想到過不到兩個月 同個場景再度上演 也是從頭割到尾 不放過每輛機車 坐墊留下長長割痕 每一道都至少10公分 56台機車的維修費就高達19600元 一個半月兩度犯案 囂張破壞警用機車 派出所巡線抓人 發現證明線性嫌犯 惡搞破壞還不止這樣 隨手撿起石塊 就朝公園公廁的鏡子丟 碰得一聲巨響 民眾全嚇傻 另外跟到超商偷了臨時礦泉水 一連串誇張行徑 男子被警方鎖定逮人 沒想到他禁撐 這些都是警察叫他做的 通知線難道案說明 坦承一枚工刀 割破機車坐墊 持石頭砸毀 廁所的鏡子 以及竊取超商的物品 不只偷窃還破壞公物 一犯再犯 挑戰公權力 最後被依妨害公物 竊盜及毀損罪嫌 移送法辦 記得潘文玉講目以新美報道